這裡就是聖誠臺灣小學 就是他的母校 聖誠臺灣是寄宿 還有是男女校 所以其實是有很多時間 跟男同學一起的 其實我小時候有本日記 我是寫50%喜歡這個男子 30%是這個 20%是這個 他在黃昏時 在男生宿舍大聲喊 袁黎明 我很愛你 我很喜歡你 喂 很久沒見 是不是經常跟男同學來吃東西呢 他這麼漂亮的男女同學也有 有這個被愛母的感覺 都是帶我兩年的師兄 他就是運動營 但接著他就移我文去英國 我寫寫信就覺得 真的對這個人沒有了興趣 他在看我打羽毛球 在上面 我就一路避開他 他之後 竟然是 他是君和小公子 那你 Even 他一定是 我可以 你時就不是